亚洲电视,美国故事 台下这么多人,今次丢售包都应该有人接了 这一日是亚洲电视数码媒体有限公司 重组和手机APP启用仪式 亚视似乎是有大水喉注资 上星期就获法院撤销清盘,批准重组成功 找来吴宇大哥做CEO 亚洲电视APP亦都可以下载了 1月29日正式开台 现在试播都看到一些节目,包括这个 找来智云大师主持百万富翁2018 观众亦都可以用APP答问题 儲分换奖品或参加现场版百万富翁 另外亦都有自家制的财经和娱乐节目 访谈节目今晚见的主持阵容都相当不错 曾华线,朱惠珊,梁思浩,乐童等等都会开Live做主持 我自己都很期待,其实都是讲潮流,讲饮食,旅游资讯的一个节目 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范畴都感觉很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都本身喜欢板凌和旅游 所以都很开心今次可以主持这个节目 一些经典的亚视节目亦都可以在此重温 例如开心大发现 暂时看,人气好像多过之前摺台前的电视版亚视 不过外扣的电影节目就好像差点了 知名度不高 最有趣的是玩KOL直播 但是这班自称KOL的人兄 又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节目叫不是潮人 有多潮?看过? 写信给我或者留意 大哥,到时你做Live的,还要观众写信 都挺浪漫 消息指亚洲电视App 看部分内容和直播是免费的 但是点播内容就要收$38月费 希望明年今日还会听到他们唱 Happy Birthday to Me 最后播放一首打气歌 大家一起哀 啊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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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